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 竟然有这样的两副面孔 王一博是真的火 咱们来看看王一博回归街舞的舞台是什么样的 在官宣刚出来的时候 就迅速登上了热点 并且话题居高不下 直接将这就是街舞六的热度 拉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 在此之前 甚至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街六已经开始了 直接为了王一博的总决赛连夜开会员 在这街六开播当晚 王一博从服装到表情 前前后后连上了11个热搜 问题是还没有开始表演就这么多热搜了 怪不得一博当晚心情这么好 在自己热爱的舞台上 跳着自己喜欢的舞蹈 有那么多喜欢自己的陪伴者 王一博的粉丝 这就是街舞六总决赛 满眼都是绿山绿海 由于澳门签注至少要隔两个月才能去一次 所以去现场的粉丝 大概率都不是同一批人 就是有什么防沉迷系统吗 一博真的是石火 这几天真的是反复观看了好多遍Hip Hop Forever的舞台 发现了王一博好多暗戳戳的小心思 第一遍看的时候就觉得Cooker和Michael穿的外套很艳熟 看起来就是长空之王的飞行夹克 后来看到橙色卫衣的细节图 用JDOE无名式呼应了无名 然后 这么纯粹一个热爱舞台的表演 就是电影热烈照进现实啊 在舞台后面的大屏幕上还有一博的卡通黑豹 卫衣上还有数字2014 2014正好是一博出道的那一年 这些暗戳戳的小心思 小细节真的是他太可爱了 王一博满满的仪式感 真的是让人感动 他记得自己走的每一步路 记得每一个瞬间 每一份热爱和感动 一个长情并且时刻梳理自己枝压的人 必定会在这条星光闪闪的路上走得更远 必定会更加的懂得珍惜 王一博在电影《长空之王》中饰演的角色是雷宇 一个年轻有为的飞行员 他经过严苛的训练 成功的成为了一名式飞员 承担着测试心机型的重任 雷宇热爱飞行 勇敢无畏 面对高风险的任务也毫不退缩 然而 在首次试飞中 他的飞机出现了故障 经历了一番惊险的应急处置后被迫跳伞 虽然保住了生命 但这次失败给他的试飞生涯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在接下来的任务中 雷宇展现出了专业素养和顽强的意志力 最终成功完成了新型战机的是飞任务 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电影《无名》中 王一博饰演的角色事业秘书 一名地下工作者 他是汪伟政府的特务 但实际上是地下党成员 负责传递信息和组织行动 在影片中 叶秘书不仅面临来自敌人的威胁 还要应对自己内心的挣扎和矛盾 最终 他成功完成了任务 为抵抗侵略者和保卫祖国做出了贡献 在电影《热烈》中 王一博饰演的角色是陈硕 一个执着追求街舞梦想的青年舞者 陈硕身怀热爱 赤诚追梦 在生活的困境中仍然坚持自己的梦想 他偶然得到人生伯乐丁雷的赏识 加入了丁雷经营的舞团 陈硕充满热情地追逐着梦想 期待着上场的机会 然而 他很快发现丁雷邀请他的目的并非如此简单 尽管面临困难和打击 但陈硕和丁雷鼓起勇气 逆风翻盘 最终实现了共同的目标 外套是飞行员夹克致敬长空之王 橙色连帽卫衣戴着繁体无名字样致敬无名 在总决赛这个纯粹热爱的舞台跳街舞致敬热烈 一个舞台致敬三部电影 感觉到他对2023年真的很满意也很幸福 2023年属于王一博的电影元年 2024年祝福亲爱的一博过尽千番仍有梦 眉目清欢是少年 2024年依然会努力做你可爱的旁观者 王一博的坚强与成长 从无名的挑战到收获满满的认可 去年 一个名为无名的电影成为了很多影迷心中的热议话题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部作品 它的背后承载着主演王一博无尽的努力与情感 彼时的票房与牌片遭遇困境 昔日的努力似乎未得到应有的回报 全网的恶意评论如影随形 在这个偌大的演艺世界中 王一博似乎经历了一次从无名到有名的凤凰涅槃 对于铁杆粉丝来说 当看到王一博在路眼中泪湿双颊 难以抑制心中的悲伤时 心疼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每一个真正关心他的人都能感受到 那一刻的王一博流露出的不仅仅是对无名的无限眷恋 更是对演员生涯的深沉思考 冲击着他的不只是外界的质疑和恶评 还有关于成长和自我突破的沉甸甸的问题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 无名最终破茧成蝶 不仅票房打破文艺篇的记录 而且收获了观众的广泛认可 这个结果对于王一博来说 是最好的回馈和鼓励 在某次访谈中 王一博说道 做一个平凡的旁观者 拥抱所有生命的喜怒哀乐 这句话不仅呈现了他对待挑战的智慧和淡定 也招视着他在不断成长和成熟 今天 我们回顾这段往事 并不是为了掀起往日的伤痕 而是为了庆祝王一博的成长和努力 一路走来 每一步都不易 但他的每一次尝试和突破都值得尊敬 细数这些点滴 愈发觉得这位年轻演员的未来充满期待 王一博最棒的日子还在前方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演绎 无论是无名还是未来的可能 无名之余王一博 早已不仅是一个作品名 更是他心路历程的重要里程碑 而粉丝们也会继续在他的成长旅程中给予最坚实的支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